美中之間印太地區代理人的博弈 歡迎收聽新視角、聽新聞 地緣政治格局的遊戲 反映在代理人之間的博弈 根據未來戰爭中心研究員朗多 和新美國高級政策分析師斯特曼的說法 這場遊戲本質上只在演變 他們將現代代理人之間的博弈 定義為在國家憲政秩序之外的 常規或非常規力量的贊助 以中東及其周邊地區為例 在那裡多個國家採取了有限戰爭戰略 這些戰略基於模糊的命令框架 允許背後的支持者和代理人跨越紅線 並違反國際法規 伊朗、以色列之間代理人的衝突 是最明顯的個案 兩國都將敘利亞和黎巴嫩等國 作為他們永無優子衝突的戰場 與此同時 在亞洲 中共和印度利用尼泊爾進行戰略性角力 有些驚訝的是 印度似乎正在獲勝 為抗衡印度 中共政權轉移將目光投向世界上最大的賭國 印尼 但是 這個東南亞國家還有另一個稱賴者 就是美國 習近平和拜登總統準備約約浴士親自上陣嗎? 有充分的理由 可以這樣相信 為何印尼很重要呢? 印尼擁有2億7600萬人口 人口數量明列世界第四 而且不斷增長 是到目前為止東南亞最大的市場 經濟實力明列世界第十 雖然印尼目前正在努力握制中共病毒瘟疫 但是經濟仍然強勁 今年的經濟增長率 有望實現25年來最高水平 根據世界銀行最新報告 這個曾經是貧困代名詞的國家 但在降低貧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1999年 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貧困當中 而現在貧困人口遠低於10% 人口結構也年輕化 相反 美國和中國正在努力應對 人口迅速老齡化將來的影響 在過去40年裡 中國人口的中位年齡增長91% 現在是38.4歲 美國的平均年齡是38.1 而印尼的平均年齡僅是29.7% 印尼的優勢還不僅如此 正如世界銀行所指出的 自從2005年以來 印尼見證了它的中產階級人口 從7%增長到20% 目前有5,200萬人屬於這個階層 憑著更富裕的公民階層 印尼現在已經準備好扮演地緣政治重量級的角色 布里姆諾在insider.com一篇文章中 討論了印太地區日益緊張的局勢 中國的經濟增長和軍事現代化 引起了這個地區和世界各國政界人士及國防官員的關注和擔憂 現在 隨著中共和美國爭奪在這個地區的影響力 他們將目光投向了印尼 一個歷來拒絕捲入外界事務的國家 正如布里姆諾所強調的 印尼擁有1萬7千多個散落在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島嶼 從而令這個國家具有對重要的馬六甲海峽 和通往澳洲的傳統海上通道的決定性位置 在這場地緣政治博弈中 印尼可能會成為王者 尤其是在越來越少的國家 願意在中美之間不斷升級的衝突中 選邊站隊的情況下 獨黑大學公共政策和政治學教授 詹特森 在他最近的一篇外交政策文章中 討論了這個事實 他寫道 當被問及日本在美中衝突中 應過採取什麼立場的時候 百分之五十八的日本公眾 傾向於國際合作 而不是選擇一方 只有百分之二十優先考慮和美國的關係 必須指出的是 只有百分之一的受訪者表示 優先考慮和中國的關係 詹特森還提到 2019年舉行的 第34屆東南亞國家聯盟峰會 當談到在美中衝突中 選邊站隊的時候 峰會的信息很明確 不要叫我們做出選擇 詹特森還進一部警告說 無論是七國集團 北約或是歐盟 都不會像拜登政府希望的那樣 對抗來自中共不斷增加的威脅 與此同時 沙達拉伯和阿聯酋等 美國軍事援助的主要接受國 也和中共簽訂了協議 美國的堅定盟友以色列 也和上海國際港務集團簽署了一項協議 運營說 雖然美國懇求 但還是達成了協議 由於願意選擇一邊的國家 越來越少 所以密切關注印尼這個世界上 經濟體增長最快之一的國家的發展 如果美國可以贏得印尼 可能看到這是對中共政權的致命打擊 拜登總統玩起三袖 準備好迎接這場戰鋒對決 印尼這個印度太平洋皇冠上的明珠 值得為之一搏 以上內容是由英文大紀元專欄作家 約翰·麥格里昂撰寫 今次的《紳視角聽新聞》就到此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月月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請大家多多支持